如果各位手上有百萬口口打算做什麼呢 買包包還是付頭期款 那你自己是自陶瑤包出單曲嗎 嗯 沒錯 光是剛剛所MV團隊 之前就是蕭敬騰的御用團隊 包含之前甚至還幫 五月天啊 周杰倫也幫忙製作過MV 那更不用說我們包含作曲啊 這些對不對 異級的這個Jerry C 小幸運創作者 所以每一個後面在製作的團隊 都是非常堅強的 好 那就直接從副歌的地方來好了 OK 夢想專 OK 再一次喔 Yo Check it out Yo Shiny Shiny 全新的你 一秒變傳奇 黑暗中國去 生命專念是奇蹟 掌聲 好歷勢喔 可是唱完之後就熱血澎湃 那你會擔心自己是所謂的一片或一首單曲的歌手 嗯 我覺得不會耶 有錢的日子小編只有羨慕嫉妒恨 駐紮期短短幾年就賺進上億身家 除了坐養法拉利跑車現在還順利考到遊艇執照 自己有沒有鎖定哪一種類型的船 大概什麼價為哪個國家的 OK 在去年開始我就開始在看船 然後從台灣最基本的那種就是Costco百萬起跳 然後到真正其實像我們現在坐的這樣的船的話至少都是千萬起跳 所以我自己期待的話就是像是歐美有一些遊艇款 然後他們都是千萬起跳 然後它是真的可以從台灣出海開到日本 然後再回來也可以開去東南亞的一些島嶼的 所以我想要買的是這種底下甚至有睡眠空間 衛浴設備 這種整套的包廂的可以等於就是開一個小型的房子出去的這種 大概幾千萬 大概幾千萬 大概至少三千起跳 其實夢想是可以可處的 就像開法拉利當時的念頭其實也是覺得是一種傳承夢想實現的感覺 原來朱家綺不是靠爸靠媽祖後亞郎生活的七點全從負債兩百萬開始 當時因為投資失利的關係創業失敗 人生最苦的時候呢一個是泡麵 就是折成兩半醬料包 像以前那個什麼統一叉叉麵有沒有 一包十幾塊錢再分成兩包 一餐的話幾塊錢搞定我覺得很省 然後或者是平常去外面我會去特別去找尋那一些麵 就是它那種加湯無限加湯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吃那種就是很划算 或者是我甚至自己在外面之前那種二十幾塊的湯 那種麵我會把湯分出來 然後麵拉出來自己旁邊醬料自己加一加 所以在之前的時候我是有想說 這樣我會不會造成家裡很大的負擔 然後所以確實是有一些這樣的想法跟念頭 當時五六年前就是在電商盛起的時候 所以當時我在研究這一塊 從電商一開始網拍 當時自製這個乾澀麵體 然後體驗這個當時台灣的一些網購平台之後 後來我踏入整個就是全面的電商領域 然後在台灣然後開啟了 當時整個亞洲的這個電商事業 然後才開始在一年的時間 因為電商這種東西爆的話也很快嘛 像最近對不對 大家的粉絲量就爆增 然後穿上去 所以在一年的時間就是由負轉正 甚至就是累積到千萬的職場 變成人生的小傳奇這樣 小傳奇 小傳奇啊 希望持續締造大傳奇 小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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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傳奇